昨天有两集这个视频 声音有问题 其实呢不是麦克风的原因 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忘了把这个麦克风 接到手机上去了 造成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 我本来是想 看看这个辩论 因为昨天我 刚刚知道 辩论的地点 我查了一下离我太远了 去不了了 我说今天看一看这个直播 因为有很多这个同声翻译的 但是很遗憾 这个 没有什么可看的 两个家在一起 150岁的老头在那 互相怼是吧 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 辩论的价值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点 他们双方的这种指责 其实不是政治观点上的 已经涉及到人身攻击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 不要去关注了 对吧 这东西我关注也关注不了 那么我就 抽时间回答几个观众问题 第一个呢是 非常可乐的一个问题 它 我们经常说 温水煮青蛙 事实上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 正是这么一个过程 它已经开始了 这个朋友是这样问的 他说那个中国多久会变革 其实这个变革已经开始了 我在老欧的时候 就提过一个观点 一旦 整个世界与中国出现对峙 就是中美之间 出现事实上的对峙 那么中央威权 它不会 维持两年以上 那我当时主要考虑的是 共军手上拥有的资源 它是不是足够来支撑 它的内循环 现在斜胖把它 清定了一个说法 叫双循环 我们都知道一点 双循环的可能性不大 不大的原因 其实还是没有海军 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要想用全球资源 来供给一国 历史上 在整个世界上 一般 只有一个国家 400年前是西班牙 300年前是英国 上个世纪 美国正式接过了英国的墙 曾经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所谓的两个超级大国 1991年崩溃的一个 所以我们遇到的是一个一超多强的时代 那么这个多强有多强呢 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有很多人认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 那么几年前我们看到一个击兔的提法 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中美两国可以进行抗衡 直到上个月我还看到内地的一些报道 认为中国可以干翻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其实这是不现实的 中国没有自己的电脑操作系统 所有军用的设备都不能攻击美军以及美国的盟军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半的国家 你不能动 否则的话 你的炮就打不远 那你的导弹只能惯性指导 是吧 无线电指导 那么光学陀螺指导 更现金的东西在你眼中 据说有 实际上就没有了 无论是导航系统 还是芯片 它本身都是由美军制造的框架 你只谈软件上的后门 硬件上的后门有没有考虑过呢 其实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 无论是电脑主板的设计 还是越来越先进的芯片的设计 实际上都是有后门的 这也就意味着 共军即便有了一套自己的北斗 他也无法完成领导人所赋予他的 这种梦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之间事实上已经白了 我们看到蓬佩奥 在世界各地游走 他不仅仅在 洛杉矶的尼克松图书馆 发表了一篇演讲被称为新冷战的宣言 他还试图说服欧洲的盟运 甚至他去了梵蒂冈 当然了我们知道教皇没有接见他 但是他马上马步停蹄的就要赶往亚洲 无论美国政局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趋势已经无可挽回了 这也就意味着 中国的变革在中美对峙的形态下 它其实已经开始了 那么你看到的可能是两个点 一个是关于台湾 中华民国越来越多的引起大众的关注 原来是一个小众话题 现在逐渐被大家认可 你很难躲开 关于中华民国重新进入联合国 还是以台湾的面目进入联合国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原先只是一个小众的探讨 但现在被更多的人关注 而且事实上 这是最优先的一个话题 因为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吴钊燮明确地表示 目前不追求中华民国与美国建交的问题 那么事实上人们看到 进入更多的国际组织 可能就是眼下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那么抛开台湾这一切 在中国实际上进行撤资的国家越来越多 生产线上原先的公认急剧降低 我们看到了一个提法叫新机界 把云计算物联网都摆在里面 但它还是有一个核心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掌握了技术 掌握了电子科技的这些国家 是不是会对你出现断供 如果说它断开了芯片 硬盘各式各样的开发软件 所有的这些更新 如果它真的切断了 那么新机界也将变为天方业台 中国从这个大学扩造以后 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 每年的这个普通高等教育高职 加在一起 它的毕业人数在800万以上 那么这些人能不能有工作呢 能不能有一份良好的收入呢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大学毕业生 硕士的 博士的 在忙着送外卖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只能证明一点 目前的这个 国际经贸体系越来越多的剥离中国成分 你在海外大多数国家 你都可以看到一点 你购买的初级工业品 一些日常消耗品 更多的是越南 印尼 印度 这样的国家 甚至我们经常买到的衬衫 有一些来自于孟加拉 你可以说有一些厂是从中国撤离的 尤其是老板 他就是中国人 但今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 无论是印度还是越南 甚至柬埔寨都开始测查 风踏而至的外资企业 他的法人 国籍是什么 如果是中国的 有可能他会取消对你的优惠 因为他害怕被美国人认定 他在帮助中国转移视线 贴个牌 继续获得源源不断的外汇 这会拖累 他在对美贸易中所占的份额 因为他会被认为是共军的同盟军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 无论是台湾还是撤资 以及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资产 这些生产链 你可以明确的看到 整个国际社会正在 像剥洋葱一样 解除中国源源不断 获得外汇的这种能力 中国的变革 其实就从它开始 外部的压力一定会促使 中国内部出现分化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